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剛剛同大家更新了條片說西米華的案件最新狀況, 9月2日開審,根據現在最新消息, 澳門日報公佈,西米華這案件在9月2日下午開審, 控方證人超過90人。控罪指出, 周卓華利用太陽城貴賓會經營島底面不法活動, 令六大博企造成損失,亦令博監局收少博彩稅, 被控觸犯229項在許可地方內不法進行博罪, 和有54項相當巨額詐騙罪,3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未遂。 同時,他亦說他無取得政府經營批給下, 在菲律賓及越南娛樂場經營電話頭注、網上頭注 都觸犯不法經營賭博罪。 而另外,檢察院亦告他犯罪集團罪及加重清洗黑錢罪, 同一宗案的其他19名疑犯是太陽城中高層員工。 這是新聞內容的細節。 詐騙罪與之前的影片分析過的差不多, 說他因為賭底面令到六大博企有損失, 亦令到澳門政府收少博彩稅, 而他被控有229項控罪都很厲害。 但有一點我便覺得比較奇怪, 他說他無取得經營批給的情況下, 在菲律賓及越南娛樂場開設電話頭注、網上頭注。 他所說的經營批給是當地的批給還是澳門的批給? 如果是澳門的話, 澳門一定是無網上賭博的, 一定亦是無電話頭注這兩樣東西。 但如果你說在菲律賓、越南的話又有無呢? 這件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如果假設他在菲律賓及越南做這件事是合法的話, 但在澳門這裏犯法又應該是怎樣計呢? 不怎樣也好, 他這案案只是證人已經是90個, 規模是非常之大, 如果是證人連反的話已經過百名了。 我猜到時這案案要審要成都應該是會搞得很久, 再加上亦都是會上訴的。 我真是不知到最後判出來會判多久了。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